来了吗?亲爱的你,我是娜娜 没有办法真正开始整理收纳 过上断舍离清爽人生的原因 你的收纳空间不够 那在这里,娜娜给你一个问题 你问问自己 我到底需要多少的收纳空间 收纳空间是不是越大越好 其实这是两个概念 就是我家的物品有这么多 我的收纳空间就有这么多 第二个概念是 我只需要用这么多物品 和我的收纳空间只需要这么多 所以呢,一味的购买收纳物品 把你家堆得像个仓库一样 把所有的东西好像都收纳 进了你的收纳盒里头 并不代表是一种非常清爽的 断舍离后的生活模式 我们提倡的这种断舍离的清爽人生 是在你真正经过了对自己的了解 对自己生活习惯的了解之后 你把你真正有用的这些物品 给通过合理科学的收纳方式 给整理收纳起来 而真正收纳其实是一门学问 你是需要有专门的收纳知识的 现在就告诉大家三个收纳整理状态 不反弹不复乱的好办法 第一个办法 收纳好的物件要做到拿取动作最简单 一个动作搞定最好 第二个办法 收纳要根据物品的使用频率放到合适的高度 按照头腰原则解释一下 就是最常用的物品都要放在腰部以上 头部以下的位置 这样拿取方便的话 收纳就不会复乱 第三根据相近的物品种类分类收纳 最好加标签一目了然 让家里的人都知道收纳的具体位置在哪 防止东西收起来就找不到和乱翻覆乱的情况 娜娜就会在这里时不时的告诉你一些 专业的家居收纳知识不要错过哟